可能我們以後再沒有機會步入議事堂 但我們可以做一輩子的異見者 這個是昨天我們所許下的諾言 我們所許下的承諾 我們要指出的是 牢獄之災 甚至告別議會 以至到全面封殺 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 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 都不能夠去磨滅 我們那份的意志和志氣 可能很多的人 在過去這兩年 都說過很多類似的說話 但我們很希望在這裡承諾 香港眾志 我們即使面對著一個 最嚴峻的狀況 我們看似成為了一個 往後再不能夠參與 立法會選舉的政團 但民主一路可以走得更遠 民主一路可以走得更加長 我們會用行動 而非只是口號 去證明給大家看 未來三年 五年 十年 都有我們這一代 在九七前後 回歸 所出生的一代人 在香港這個家園 繼續奮鬥下去 你要封殺我們的參政之門 我們會開另一道門 去為香港的民主運動 找到出落 如果連監獄的盧獄之災 都打擊不到我們的決心 沒有得選 難道就會令我們從此退卻嗎 不會 我在這裏跟大家說 我在這裏呼籲大家 在這個星期四 候選人的簡介會 因為周庭固然進不去 抽號碼 要重驗 都不知道進不進去 但無論如何 我希望在星期四 在荔枝角社區會堂 晚上的候選人簡介會外面 能夠見到大家 我們在外面 要用我們的口號 要用我們的每一句口號 是令到在裏面的選舉主任 和政府官僚知道 香港人 我們不分析 是不是 星期四的行動呼籲我 而今年 亦都是非常之關鍵然特別的一年 在每五年 聯合國都會根據公民權利 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是審議香港的狀況 因為香港 是其中一個簽署的城市 我們面對著 香港由一個法治社會 變成一個人治社會 未來 即使 我們未能夠 在三一一的選舉 派出有香港 眾志政治聯繫的人 去投身這一場的選戰 但 我們都會在國際的社會 在國際的舞台上面 是揭露中共 是怎樣將香港 是變成一個人治的社會 我和大家承諾 以後一條線 我們做不到 但居民的運動 社區的陣地 國際的舞台 我們都會在不同的領域 在公民社會 在民間 繼續都會有香港共治 但一見到熟悉 英國不熟悉的麵桶 和大家 在民主路走下去 好